今天有一个特别可爱的女孩子 来到了我们的节目中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有请她 你好 你好 方姐好 拥抱一下 拥抱一下 王导好 拥抱一下吧 来 面条大家 这个今天咋还穿上高跟鞋了呢 女人 女人都爱美是吗 你这高跟鞋 穿着累不累啊 累 其实你挺高的呀 我觉得就是穿上这个高跟鞋 也加不了多少 还不如平底鞋自自然然的呢 这样是觉得更有女人味一点 女人味 啥叫女人味啊 小小一人的感觉 天哪 请问你的身高大概是多少呀 一米二七 是不是跟所有的这个 跟你一样的朋友一样 就想希望自己能够长得好高啊 是的 天天怕 每天都是做梦 突然之间 一样醒来高了 高了 但是 呃 现在你还有机会吗 嗯 现在没有机会了 为什么 呃 因为我打过 打过那个生长技术对吗 对 生长技术对 你今年的年龄是多大呀 呃 八六年 八六 三十多岁了啊 嗯 天哪 我觉得你这样最大的优势就是 不愧你到了五十也这样 对吧 我也想一直这样 不到以后能能老 呵呵呵呵 你的老家在哪里啊 我的老家在大千市林电县 嗯 东北人 对 东北 小的时候因为你们东北的孩子都长得高吧 对 你会不会特别小就知道自己 好像跟别人有点不一样啊 多大开始知道了 嗯 大约是上呃 四五年级的时候 就感觉就是自己比别人啊 有点后知后觉吧 嗯 四五年级了 那那个时候应该别的同学都已经很高了吧 对 但是那时候自己没有意识那么多 就行了快乐的生活 等到四五年级以后 呃 懂事特别懂事了 所以说的就是不得劲了 你会像别的秀珍朋友那样 就小的时候 那时候当你的身高跟别的同学有距离的时候 别的同学会因为不懂事 说一些不礼貌的话 你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遇到过很多 嗯 有的同学会说 哎呀 你干吃饭也不长鸽 你浪费粮食别吃了 不过这个我觉得 我觉得这也没关系 嗯 他们也经常这样说我 因为我特别能吃 他们这样说我你就干吃不长 嗯 这我觉得能理解啊 对 它确实是这样 你小的时候是这样的情况 有没有担心过自己将来找对象 得找个啥样的呀 嗯 担心过 或者有没有想过 哎呀 万一我嫁不出去咋办呢 想过那时候现在 嗯 不行就不找了 就这样生活着吧 嗯 你多大就想过找对象的事 嘿嘿嘿 是不是一一般像秀珍朋友 会想这个问题想的比较早 嗯 小鞋 小鞋就想了 哎呀 你小学就想了 万一我将来碰不到我的王子怎么办 你会不会在小学的时候就会想 哎呀 我身边能不能碰到几个别态长个的 嗯 我要这么心的 就高这些就可以 明月呢已经31岁了 那么她的王子出现了没有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屏幕后是谁 哇 大家先生好 光姐您好您好 您好您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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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你这 你多高啊 我看一下 一米六光姐 一米六 嗯 确实一米六 因为什么呢 我敢断定 我敢断定她是从 那个秀珍朋友长起来的 你从哪看出来的 对 我是结婚四年了 之后长了十多厘米 结婚就结高了 对 也就是说 结婚以后你长了十几厘米 对对对 那是为什么呢 心情好了吗 不是 找的媳妇 忘腹嘛 对 你刚结婚的时候吗 对 就这么高吗 对对 你来 你蹲点来来 蹲点来 跟那个弄成一样高 对啊 来 咱们看长多高 别动啊 一 二 七 我的天哪 哇 长十五公分 哎 她这不断地长 你有压力吗 亲爱的 有压力啊 我一长 她俩在睡觉的时候 我一说腿还又长 长我的目睹 我一踢一跳 我说你别长了 你再长我咋整的 就睡觉的时候 这丑着就看着 眼丑着就长是吧 那这腿丑越来越长 我从开始都这 腿都这 我刚咬咬咬 太长了 给她吓一跳 就好呀 媳妇 但是我给你讲 你是不是一高兴 就喜欢踢她一脚 就是踢的 人你知道吧 我们小时候 嗯 醒一下 那都是踢的 知道吧 回去继续踢 继续踢 再长 对不对 但是我非常担心 你现在一米六一是吧 对 一米六一 一米六一 你看比我都高了 请问如果你再长 长到一米七 或者一米八的话 那是有可能的 她不断地长 她怎么办呢 不能长了 为什么 不是你说不能长就不能长了 她的意思就是 你只要真长成我这个 你觉得你这小心脏会动摇吗 不会这样 你会对你媳妇的爱衰减吗 不会的 你会有杂念吗 不会的 你会有别的想法吗 不会的 你会你试试 永远不会的 就是说你跟她在一起的时候 一米四几是吗 对 一米四八左右吧 一米四八到现在一米六几了 哎呀妈 你啥方法 你给我介绍介绍 我也长十几个呀 那什么 今天中午咱们这个什么 你在后台躺的时候 我踢你 我踢你 没准就踢高了 但是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因为 你的鼓灵没有闭合 然后呢 再加上心情舒畅 再加上呢 饭吃得多了 对呀 你想想找这么漂亮个媳妇 那就看着都长个 对不对 但是她这么夸夸张 你妈着急吗 妈着急 妈说 哎呀妈呀 你看她小徐 又长了 我妈那我咋整呢 说一说别长了 那我说没事 我说我穿搭搭鞋 但是这个 这就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啊 为你妈妈特高兴吗 我妈高兴 对你妈肯定说 哎呀我儿子 你看我大儿子又长高了 你妈有没有跟你说 你就长 你就长成姚明 也不能对你喜分不好 对 说了没有 说了 哎呀 你是打针打的 刚才的吗 从来没有打过 方姐 你从来没有打 从来没有打过 身上肌云 发育那个针 因为我以为你是打了 那个药长大 我刚才不是刚说完吗 她就是媳妇给踢的吗 你没有打过那个针 就从来没打过 身上肌云那个 然后你就长高了 对 那你帮着这个 秀珍朋友回忆一下 就你结婚以后 你跟你太太在一块 你们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让你就是明显的 哪件事情过后 你就会觉得 往上涮 踢的 就是踢的 还是吵架 吵架吗你俩 偶尔也吵 谁厉害 她厉害 她厉害 那你替你媳妇的吗 对 你是哪里人啊 我也是东北的 那你俩这口味啊 吃饭啊 都是一样的 对不对 对对对 请问 在家里谁管钱 她管钱 谁当家 她当家 谁做主 她做主 哥们你白长 那么大一个子 我说女人至上嘛 看看 看看 全国的大老爷们们 你能听听人家说的 是不是啊 女人至上 就有这种想法的人 她就能蹭蹭地长个 我跟你说 你真的没啥秘方吗 宝贝 是给她吃什么了吗 没有啥秘方 就是心态好 再一个 我俩就是二十做饭 每天做饭吃啊 对 谁长勺 一般她长勺 我长勺 看看 当家做主的都是人家 然后呢 干活都是你 我看出来了 一个当家做主 一个当家做饭 是不是最早 她没长个之前 你找她的时候 还有点犹豫呢 是有点犹豫 因为那时候 毕竟是我俩是在网络上认识的 在一个秀真人群里头 然后那时候 现在网上不可怕嘛 不靠谱 对 万一是个骗子 对对 就害怕 所以也不害怕 可害怕可害怕了 后来她鼓起舞气来了 而且王老师 你知道吗 他们俩 从来没有上过电视 对吧 没有 这是第一次登上舞台 就是在我们大王小王的舞台 那你要做好准备 就上了这个舞台的 爆火的几率是很高 尤其是你们要是 有网络直播的话 这下我跟你讲 那火了去了 你们在哪网络直播呀 在快手 叫什么名字 我给大家推荐一下 我叫秀珍第一猛女 就是猛啊 对 修猛的猛嘛 就是小辣椒 小辈你猛嘛 那你呢 你叫秀珍第一猛男吗 我叫幸福小夫妻 那个你就应该叫 被踢长了个儿 对 对 老婆踢完就长个儿 应该叫 其实我们的编导呢 是在一个直播软件上 看直播发现了他们俩 然后就觉得这两个孩子吧 他们非常的单纯 然后呢 也非常的善良 非常的爽快 所以我们就说要请他们来 录制今天的节目 身高一米二七的明月 与身高一米六一的徐从华 相识在五年前 当时徐从华的身高 只有一米四八 因为身高特殊 两个人从小就承受了巨大压力 尤其是作为女生的明月 这也是徐从华当时追求明月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她希望能够保护这个外表柔弱 内心却十分强大的女孩 明月 其实你刚才说了 你是四五年纪 发现自己长不高的 对不对 对 就是意识到比人的矮很多 那时候 就是认为说早涨晚涨 我妈说别着急 别着急早涨晚涨 我妈也没带你到医院去看看啊 也看了 一开始认为没事 认为孩子那时候农村嘛 然后也没有太多知识 认为说这孩子早涨晚涨的问题 然后四五年纪还是那么爱 我妈那时候也给我吃 哎呀 要盖片 一瓶瓶的 还有那个就是 小时候吃的那个 有一个长高的偏方 炒黄豆 然后还有胡萝卜 冬天农村嘛 埋在那个 就是那个外地 是大沙的 保鲜嘛 今天吃那个 我现在看到那个黄豆啊 都不行了 吃的 就是特别希望 吃这些东西让你长高 是吧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可能 在那个时候 妈妈或者说当地的人们 也没有那么多的医疗知识 对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自己 可能长不高的 我是十岁 也是十二 十三那样嘛 那你之前也不高吧 对对对 那你就是小学四五年级才发现 那时候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吧 就感觉每年吧 长得少 感觉就是完长嘛 他们说上医院也都 各大医院也都检查过 就是完长 对 没说你还真的是完长呢 你看你现在不就长高了吗 你就你 我估计你可能四十还得长长 不能 你现在多大呀 我今年三十三十五了 八三年级 三十五了 八三年的 三十四岁周岁啊 对对对 对对 那也就是说你从三十岁以后 你长了十几个厘米 对 所以你看你这不就是彻底的完长吗 嗯 你可能自己也没想过三十岁之后 还能长这么多 从来没有想过 今年你现在感觉自己还在长呢吗 我自己根本就感觉不到 嗯 但是 但是我感觉到了 对呀 也小了 裤子小都得换 嗯 就这四年 你就像小妈一样 老得给她换衣服换鞋子 那我说你别长了 又得换双鞋 以前的脚多大呀 三八的 现在呢 四零 三零 你们俩 相当于结婚之后是自己在一起生活 就你们两个人单独生活对吗 对的 我觉得可能吧 以前是不是妈妈管得太严 心情有点紧张 这一下放松了 然后立刻就长个了呢 是找着媳妇高兴高兴高的 对 对 对 乐的 对 你们俩 这要说说怎么认识的了 是在 刚才你说在网络上对吗 对 在一个群中 对 这个群中 你们俩都不是群主 不是 那神仙跟谁说的话呀 那时候是 我不是招了一套写真集吗 嗯 我俩应该是家后友好长时间没有说过话 因为我从来也不咋聊天 我就是认为网上就是害怕 担心 然后那个 我穿上套写真集 照了一颗漂亮的 他看着我了 如果他 嗨 美女在吗 好 是你弄了一个写真集放你的那QQ空间了是吗 对对 然后就从那块我俩就开始聊下来了 你不是说你一般不跟人随便聊天吗 聊了一段时间后聊的 他有 那时候他有没有跟你说 你有男朋友吗 他问了 我不勒他 嗯 因为他咋的 他就是问你说他 你在吗 总问我也不知声 其实我在线 我咔又关了 完了不待会问 美女在吗 吃饭了吗 嗯 然后我就关了 不行别勒他 别勒他 控制住 控制住 为什么呀 那你想想 你就不觉得马上爱情就要来临了 嗯 那时候 呃 也没打算 结婚 就是我行政 本来自己这么小 如果要是成起家来 承受压力会承受不了 嗯 所以说就打算自己耽过 嗯 嗯 就想好了 对 一辈子一个人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 有心摘花花不开 无心插柳柳才成荫 你看 很多人想 哎呀我怎么老是单身呢 我快点找一个吧找一个吧 就找不着 像人家想好了 我就一个人也挺好 结果爱情就来了 后来你们俩聊天 你们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啊 呃是聊了一年多之后 然后是冬天是十一月份吧 他当时有没有跟你说他多高啊 啊 他说了 他说了 我感觉也比我高 也高不少呢 他一比四级那话是吧 对对对 也高不少 嗯 我心里很忐忑 我说你别来了 咱们做朋友 啊 谈对象以后再说吧 是不是啊 毕竟我们不是一个地方的 我是大县是临界县的 他是五三江那头的 嗯 对 然后他很勇敢地就来了 都是黑龙江啊 对都是 那关键是他不是一个地方 所以说打听不着熟人 说到家啥样 哦你怕被骗了 对我怕被骗了 我估计你妈妈肯定从小就跟你说 注意安全啊别被骗了啊 在一关小黑屋里出来 咋肯看 对呀 咱这么小 嗯 逃都逃不出来 后来他又来看你 嗯 来了吗 来了 你第一次去见他路上激动吗 路上激动 嗯 我躺起来了 我让他找不着我在车站吗 完了之后 我突然间从后背给他抱下来了 这样给他吓人了 加眼泪都快出来了 第一次见面啊 我说完了 遇着坏人了 他说你要给我假跑 那你咋想的 你本来知道胆小你还吓唬他 吓唬他一下 你自己去的呀 你当时去的时候跟你妈妈说了吗 说了 我妈妈和姐姐都说了 那你妈妈没说我跟你去啊 我妈妈说没有 我说我妈要去 我说你不用 我说我没事 我瞅瞅 看傻样 不行我就偷摸回来 后来你就在那等啊等啊 车都走了 人呢 没来 我说骗完了 这育肉片不来 骗我呢 完了我刚要往回走的时候 花也给我抱着 给我吓你 后来他去你们那儿 呃 待了多久 你们俩确定恋爱关系啊 呃 待了一周多 然后那时候我姐姐还有姐夫 还有我家亲戚 都来瞅瞅他 你那个时候坐那儿 等着人来瞅你是吗 都找他吃饭呢 他来了 他来了可好了 可多人热情款待呢 嗯 那我姨舅舅了 还有姐姐姐夫 请他吃饭 看看 主要是看看孩子啥样 嗯 然后我姐夫还有我老爷 他们说的 瞅这孩子不错 嗯 不行你俩就先处子看看 到时候慢慢再了解 咱打听打听人家啥样 对 主要是觉得太遥远了 对 老是担心他没说实话是吗 是 呃 你就要想跟他在一起了吗 嗯 没有 也在考虑 因为毕竟没上餐家 嗯 不知道他家啥样 然后我家亲戚 那些姨姨们也说的 到时候我给你打听打听 嗯 然后没想想过完年之后 他把工作辞了 来这头了 你 你这动力挺大呀 哥们 你是不是回家以后 就是千词万详啊 对 考虑考虑 感觉他这个人吧 特别好 特别算了 嗯 所以我就把决定 把那边工作死了 直接来这边了 你以前谈过恋爱吗 以前怎么 都是在网上也不算谈 你呢 那咋就不算谈呢 对 他平时谈过 他没告诉你吧 对 他给你交代过吗 给你眼神 看着你媳妇的眼睛 网上谈过几个 有 但是说实话吧 网上算是网络吧 也谈过 一个两次 到底几个啊 一个两个 一个还是两个呢 两个 两个 你谈的那个女朋友 个子高吗 一米 那时候我是一米四多嘛 她是一米六 嗯 你见过她吗 见过 生活中 对 你刚不是说 就网上谈谈 她没见过吗 是 那时候就见网友嘛 也就是 就那 就见过一个 然后呢 在网络上认识的 完了之后 她家离我家特别近 嗯 第二个就是 哦 你这天里调调去找人 不是第一次了是吧 是 你也是从后边 你说我是你第一次吗 她是第二个 你也是 你 完了吧 完了吧 完了之后吧 我问的问题 你没回答过 头回见人家 你也是从后摇 给搂了一下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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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前面抱着 没有 没有 完了 完了 明月 你这原来的工作 做得不行啊 那一说没见面啊 对 我跟你说了 啥说了 所以其实 你们俩相当于 真正恋爱 都是初恋 对吗 对 对对对 这两个孩子 让我们特别喜欢的 就是 他们俩 虽然两个人挺艰难的 但是 没有一个人 在家里啃老 他们是有啃老的资格的 你说我现在 反正我也干不了别的 我就爸爸妈妈养着我吧 两个人从来没有 我们结婚以后 明月家里 要过一分钱 你看 然后那个 就是 我婆婆 一人给我打电话 说的 月月啊 那个 钱够花吗 妈妈给你 贵两千块钱 妈妈我们够 我们应该 当小 应该给你贵 特别感动 哎呀 然后我妈 一人也问 有没有妈 一人给我送点菜 我家不如去住院 给你送点菜 钱够花吗 有吗 当时我俩刚开始结婚的时候 就是特别艰难 啥都没有 就是结婚完之后 一分钱没有 都靠自己双手 有些挣的 然后还有就是 姐姐和姨们 天天走上我家 看我俩过啥样 刚结婚都担心吗 我老姨一整来 月月有钱吗 老姨你能200块钱 我说不用了 我说有 其实说实话 那时候没有 我们俩很要巧 就是从来不超任何人 要衣服 那你们俩 其实当时的情况 就是两个人 都是还比较努力的 对吗 对 比较努力 我听说你们俩是谁会做 那个卢尾画啊 我会 你还做卢尾画 对 是 做这个画是因为 当时想中收了吗 开始就是学在卢尾画 是这样式的 都初中毕业 然后那时候家里 没有太多的钱了 其实他攒这个钱 游着过 学个手艺开个店 没生 说你看现在 大学生奠地都是 然后呢 你本来这样 更不好就业 然后我就 错学了 直接去学个技术 也就是家里边 已经没有钱 给你治病了 对 然后我妈妈想呢 你要上高中 还得花几年前 不如咱们把这个钱 学一门手艺 对 所以那个时候 其实对于你们的父母来说 他们往往都会想着 给孩子找一个谋生之路 如果有话 我不知道大家见过没有 来帮我打个大屏幕上 好漂亮啊 这是怎么做的呀 那个就是咱们那个 农村的烧火草 烧火草知道吗 这是尾子 这是我们农村的捆 烧火那个 那是固的 然后给它深加工之后 变成这样 真是 纯天然没有染色 纯天然没有染色 那白的那个花 就那个菊花 拿什么做的呀 尾羊子 尾子里头全是宝 羊子 皮儿了全是 你现在还做吗 现在最近挺忙的 因为上班那头也挺忙的 那你这个 我觉得你卖这个多好 这是我们的传统手工啊 这个做起来的特别慢 你看我的手 哎呀 编的 真的是 我学路友话的时候就是 师父那时候都不收我 说你长这么小 你能有力气去做 求人家 然后呢 给我留下了 没成 没成我还学成了 其实现在呢 我们经常说知识改变命运 这个时代才真是 知识改变命运的时候 你可以把你这个 作为话啊 然后你做一些 非常简单的 一步一步一步 交给大家 把它做成一个课程 然后就可以成为 一个收费的课程 我跟你说啊 你真的不知道 你自己是一个 多么大的宝藏 你知道吗 你就是开一个网店 然后你就把这配料 你都准备好 你就交给他嘛 让他给你准备 把它准备好了 然后配料呢 一小包一小包一小包 都弄好了 然后相当于是半成品 就是说 有很多孩子 我拿回家以后 我不用一个一个 像你那样再去弄了 我都给你加工好了 都是半成品 然后一小包 听出来 自己弄出来就是一幅画 然后我还送你教程 哎呀你火了 这一点上 你碰到王芳 你就等于碰到专家了 虽然他现在是主持人 但是他通过网络授课 我认为目前 在这个教育行业里头 他做得非常好 我把我的那个经验 无偿给你 对啊 还有我们的人脉 都可以给你 对啊 而且你就在 他的这个人群当中 就是说 今天我就教孩子们 在几分钟之内 学会做卢尾化 就这一项 你先免费送 别着急 就是免费交 到一定的时候 你这就变成一个产品了 非常容易 太棒了啊 今天这期节目 对于我们来说呢 可能就是一次普通的录制 但对于他们来说不一样 因为这是人生 他们第一次 走上电视舞台了 被媒体关注了 我也特别希望 通过我们这期节目 让我们的中国的传统艺术 被更多人接纳和喜爱 好吗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 我想问你 你还有什么心愿吗 我的最大心愿是 希望家里的老人和亲人 身体安康 然后呢 希望我的两个爸爸妈妈妈 过上幸福的生活 你们辛苦了 鞠躬 又只会人家 期待着你成功啊 当你有了好的想法 我们帮你推荐 好不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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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